有別於傳統的 像左邊那個圖就是一個傳統的壓力感色器 那右邊就是我們這個輕輕薄薄的一片 那它是一個電阻式的壓力感色器 就是說你壓下去 壓這個黃色的部分 只要它沒有受到壓力 它就會產生一個線性的輸出 你看你一個地方用力它壓它會變成紅色 對 你手掌那邊用力壓 就是有一些藍色 它如果用力壓的話就變成紅 像我這邊用力壓壓的時候就變成紅色跑出來 那就是在那個工藝院泛總監的推薦之下 我們在2010年也很幸運的得到美國華爾街日報的科技創新獎 所以那個那一年剛好是我們spin-off那一年 所以也給我們很大的 就是我們從2010年spin-off以後 其實我們花一兩年的時間把這個技術從一個 只是一個prototype一個那個樣品的階段做到量產 其實中間也是遇到了很多挫折 跟也是花了很多的心血 那不過很幸運的就是說 我們在2013年就開始正式量產出貨了 那目前用到很多我們的感測器的產品 就是像圖片上面的這種電子觸控筆 那這種電子觸控筆呢 其實像大家不要耳熊能響的三星的Galaxy Note 還有那個像微軟的這個那個Surface 他們都有附一支筆 那這支筆叫做Active Stylus 這個Active Stylus其實你在寫字的時候 你寫用力一點或是寫輕一點 都可以發現說你寫中一點 它就可以寫出比較粗的附 他們可以把我們的壓力感測器放在那個耳機耳罩的裡面 那戴上去的時候 它就可以自動play music 那你把耳機拿下來的時候 它就是音樂就會那個停止 那這個功能我們是希望說 可以盡快在一年之間就上市 我們現在也是已經有找到一些合作對象 在做這個功能 那我們這樣的產品也可以放在那個傳統的鍵盤下面 剛剛我所介紹的這個鍵盤產品是 為了讓這個鍵盤做得非常的薄 但是我們這個Center也可以放在傳統的 這種mechanical的key下面 那這有什麼功能呢 因為很多人在玩遊戲的時候 他喜歡可能輕輕 他就想說可不可以把這個鍵盤當作一個gas paddle 做成一個好像那種油門 你輕輕按跟用力按 就會有不同的功能 說在現有的touchpad 或是touch panel下面加這個壓力感測器 那這個功能也是有點像剛剛所說的那種鍵盤功能 像是說你在touchpad上面用力壓 可能就是可以做一些 就是movie fast forward 你越壓越用力 movie就是fast forward 時間是做很多事情 所以其實沒有家人的支持 然後就是 就從小到到從教育開始讀書到到回拿到博士學位再回來 台灣 這個辛苦這麼多年 我也是覺得也是很堅持 他有時候南美有時候做的不太順的時候都會氣餒 我還是鼓勵到還是再堅持下去 所以我想我們父親這邊的支持 而且他這邊也是這幾點 因為其實這邊很多業務 都是逼你去跑出來的 其實我們這個應用面蠻廣的 因為他的原理就是 就是為了很測量壓力 所以其實我們從每天日常生活中 都在尋找一些新的應用的 像我哥哥剛剛有講的運動方面 或者是Wearable 或是IoT Big Data 其實現在都是一個trend 所以我們這個壓力偵測 就等於說是大數據新的一環 就是你可以在這麼多collectable data 又多了一項pressure 所以我覺得這其實也是啟發了很多potential 那我們想說既然我們是在台灣的廠商 希望藉由這次的機會 看能不能在美國這邊增加一些我們的exposure 然後看能不能大家一起brainstorm come up with something new